告别李书记 我们驱车赶往青河洋荣小镇 这个既没有牧场 也不养羊的运河之盘的平原县 却有着中国洋荣之度的魅宇 大着这份好奇 我们驱车抵达了彻底 我们现在说 它是国内最大的洋荣 这个产业集散地 放眼全球 它排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因为这个洋荣的主要产地 就是我们中国 青河占到了我们国内的一半 占到了国际市场的 40%的这么一个氛围 所以说在世界上 也是最大的一个洋荣的集散地 那现在整个洋荣产业的从业 只有多少人 现在有十万人 我们青河有四十多万人 现在是平均是四个人里边 就有一个从事洋荣的 以及它相关的行业 郑春雨介绍说 1978年 青河县一位名叫戴子路的村民 从内蒙古拦回四吨洋荣下脚料 并用自己改造的书棉机 加工出了一吨短容 一下赚了四百元 引得青河人纷纷效仿 也开启了青河洋荣发展的传奇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 青河洋荣已经在分书 染色 纺纱 针织 制衣 销售等环节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四十多万人口的小城 光洋荣一项 年产值就超过了两百四十多亿元 您好 你好 我们是远方的家节目组 正好来洋荣小镇 来了解一下这边这个产业 你们是这样一个成一的店铺 对 在这边有 我们是工厂直行店 有多少年了 对 有三十年了吧 差不多 是一家老店了 从原料到成一 咱们是 就是一个生产线 就是你们既有 这个加工厂 对 原料 又有 上线 研发 到成一 都是一个生产线 正所谓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这些在我们看来 外观都比较上乘的 羊绒制品 其实品质差异很大 大有玄机 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是羊绒厨房 这个是羊绒精房 你可以摸一下手感 是不一样的 区别在哪里 区别就是 这个用的线 是碎细的那种线 对 六十八制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 就是正常的制法 做出来的 精房的绒还要细一点 就是用的最顶级的绒 就是挨着羊身体的 那一部分 做出来的 就越细的绒 我了解到肯定是越贵的 它品质越好的 对对对 是吧 越细的绒越贵 它做出来衣服 做出来手感也不一样 穿上的感觉也不一样 所以这么一件 羊绒衫在这里的价格是 这一个打完折 我们正常是两千多 如果在商场的话 要在四五千 店员告诉我们 目前国内企业大多数 只能出产 细度16微米左右 长度30毫米左右的 普通羊绒 即使国际品牌 也大多使用细度为 15微米左右 长度在36毫米的 羊绒原料 而在清河 一些大的羊绒企业 已经能生产出 绒细度在14微米左右 长度45毫米左右的 抄袭山羊绒 这一件多少钱 这个打完折是一千二 那这个价格还可以 这个是羊绒书房嘛 价格稍微要便宜一点 所以羊绒山的价格 决定因素 首先是它选用什么样的绒 材料是最重要的 就是工艺上呀 京坊它用的龙好 它价格还要高一点 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材料 不一定就是说 用什么龙 它就织这些钱 也得看它的 它那个做工呀 还有用的线 是吧 郑春宇告诉我们 清河人制作 以逼着自己 不断提高原材料制作工艺 这都是从过去的发展中 吸取的教训 过去清河羊绒 长期处于产业的中低端 为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 供应羊绒 沙线 乃至代加工成衣 干着产业链九成的活 却只能挣到一成的钱 近些年来 看到自己不足的清河人 开始在羊绒品牌 设计和研发上 不断倒逼着自己下功夫 现在卖衣服 卖的不是说就是 我就只卖羊绒山 一个是工艺 时尚 对 你不能说设计出来 就卖一件羊绒山 你里面这个时尚 你这个设计费呢 连那个请一个设计师 这一年多少 是吧 郑春雨说 这些店家之所以 如此的重视产品设计 和潮流时尚 正是因为 清河羊绒 虽然很早就声名远播 但是羊绒制品的款式 老 旧 土 跟不上时尚潮流 根本原因在于 企业不重视产品研发 引发力量 投入严重不足 为此 清河建就通过政府扶持的方式 鼓励设计创新 郑春雨带我们来到李家 小型的羊绒生产企业 这里就直接受益于 政府的鼓励支持政策 我们设计有自己设计的 也有买的款 我们政府 今年去年 外面请的 又专门设计师 设计好的款 谁往那个市里 那边算款 算了以后 这个款就是我们的 大概有多少种 有几千种吧 几千种 这几千种 就变成了 大家共有的一个资源 对 比如说我想用 其中的款式 就可以用 因为这是政府 请人设计的 对 为了鼓励设计创新 新河县财政出资 服务像李春桥 这样的中小企业 一百八十多家 每年研发设计 一千多款 新款羊绒服饰 免费为企业提供 质榜工艺 那岂不是会 重复很多 不会重复 我相中这款 政府就不让 别人再用了 就是大家挑 对 然后这几千款 就大家都使用 是吧 那别人再挑 这款就不能再用了 这样的话 其实能节约很多的成本 除此之外 清河还主动于高校 以及中国一些 流行行业协会 合作举办设计 时尚战事 和流行趋势发布 等一系列活动 让清河羊绒 越来越新潮 如今 在清河前 共有一万多家 羊绒企业 销售额达到 两千万元以上的 就有近五十家 2019年度 中国服装成长新品牌 专家汇报会上 发布了86个 中国服装成长新品牌 其中清河羊绒服装品牌 就占了九家 步入中国服装行业 第一方阵的 清河羊绒 正在实现 从追赶时尚 到引领时尚的跨越 一根线做出来 成了一件一火 这叫一线成一 上面没有任何的拼接点 酒香也怕巷子慎的时代 除了产品质量过硬 和设计新潮时尚之外 新鲜又广受欢迎的销售方式 自然更是必不可少 郑春宇告诉我们 如今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 清河羊绒销售的主要渠道 而电子商务的 最新表现形式 就是通过主播 直播带货 如今在清河羊绒小镇 就有一万名左右的主播 刚才我听郑主任说 这里现在有万名的 直播主播在这边工作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羊绒小镇 然后就是很多主播都在这 现在就是 经过我们就带货的渠道 然后省去很多 就是中间利润的一个差价 然后就是直接把货 带给那个一些顾客 侯景今年33岁 是清河万名主播中的一名 之前在传统行业中 从事销售工作 随着网络直播购物 这种方式的逐渐兴起 侯景从原来的实体店销售员 变成一名网络带货的主播 现在我们每年通过 电子商务销售的 这个羊龙制品 大概有一百个亿 那这个总值 对总值是一百个亿 我们销售的羊龙的羊龙牙毛吧 各种制品 大概应该是超过五千万件 那这个量真的是很大的 应该是很大的 那现在说明电子商务 来销售羊龙制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是的 重视原创设计 引领潮流时尚 转变营销方式 这都是羊龙矫正的清河人 求新求变的方式 据统计 清河羊龙的出加工率 已经由过去的65% 下降到现在的45% 而身加工率有10% 提升到了25% 一升一降之间 显示出清河羊龙 转型升级的成效 清河与羊龙原本没有关联 而当地人却主动作为 让羊龙生意在大运河畔 从无到有 从若变强 这看上去的偶然 却是后期薄发的必然 因为古老的运河 早已在清河人的性格中 耕种下了百葛蒸流 千番净度的商业基因